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手機遊戲就是天籃明月刀M 相信大家聽到這個名字都不會覺得陌生的 這個就是有正版授權的開放世界MMORPG手遊 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選擇門派 這裡有6個門派可以讓大家選擇 分別是泰白、天香、神威、堂門、蓋邦、耳花 而今次我就打算... 女性化一點 所以我是會選擇天香 因為它有不同的門派 其實都有不同的故事和背景 而天香在這麼多的門派 算是比較特別的門派 因為只有女生才能入天香 除了女之外也可以讓你選擇少女 但是... 就... 誠實一點 不要選擇少女 進到現在可以做樣子 我們... 在預設可以隨便選擇一個我們覺得順眼的 其實我覺得神威那類真的很帥 那些衣服我覺得很帥 但我又很想看看天香 全女班的門派是怎樣 好... 那剛才為什麼我叫大家隨便選擇一個預設 因為這裡是有細節調整的 而它的外觀設定 是直接黏... 的... 真的... 大家只要看它的樣子 那樣子是有分五官 它簡易就是很簡單 分了五官 這樣讓你簡單教一教 但是如果你教它專家那裡 你會發現是黏了 因為單眼這個位置 它已經分了六個部分 給你調整的 是黏的 但是上眼皮 它都比你教前後左右上下 大家就跟你們說 難得我玩一隻 這麼... 外貌這麼精緻的遊戲 我一定要弄一個綠茶表出來 我要弄那些什麼 女生看到會覺得很不喜歡 但是男生看到會搭桶的樣子 綠茶表的神髓是哪裡 是眉的 眉的 眉一定要弄成微微斜向上 好像很慘 樣子要長期看起來很慘 然後嘴巴呢 嘴... 這個純粹是個人偏好問題 我是喜歡嘴... 嘩嘩嘩 對不起... Sorry... 我是喜歡嘴微微向上 我覺得微微向上 是好的設計 他是連上唇兩側也有得夠 但好像... 看到... Sorry... 不好意思... 合起來 大家現在的樣子已經夠慘了 怎麼可以弄得更慘呢 在鼻子上 要這個紅色的胭脂 紅色的胭脂 看起來夠慘 好像剛剛哭完被人欺負完 然後髮型呢 就選一個... 選一個我不會摘到的髮型 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 不是...這個我摘到 這個可以的 就這個...這個... 夠斯文 這樣決定... 武俠遊戲 我的名字就叫... 油脂紅毛 嘩...這個遊戲很meme 他平常是我的樣子 平平就OK 這個樣子放在現實上 就算是這樣的 不要那麼meme 好了... 畫明是這個MMORPG 例來都是會有它的主線 現在我現在先跟它的主線去做 那我就要找蘇小白出來 剛才我跟師姐喝完酒來 就叫做... 開始進入江湖 嘩... 真的不得不說 大家真的要停一停在這裏 這隻遊戲 其實景色真的做得很美 我原本就已經有聽過 說它是在這些位置 在背景的位置做得很細緻 但我沒想過是... 這麼美 它的光影位置真的做得很美 而可以玩這些普適的遊戲 例牌一定是要... 路見不平的 拔刀相助 那現在呢 我就進去一個位置 就看到蘇小儀被人欺負 咦...但是... 為什麼突然有個女女... 這個女女是... OK... 又是這些經典的哈哈爸爸 到最後還是要打她 我還以為那個女生是下來調停的 原來可以下來幫忙打 OK... 喂... 滾走... 滾走... 看看... 不行啊... 這些... 真是小卓 真的... 唉... 我打你... 我都嫌尷尷 OK... 其實這個女生是過來幫忙打碎 我...我還會賠錢啊... 幫忙... 太好了...我多怕... 我幫了你...我還要賠錢啊... 神經病 那這遊戲... 還有另一個... 我覺得是做得蠻細心的位置 就是... 在某些劇情方面... 它是可以讓你選擇的 當然啦... 你的選擇不會完全影響劇情的發展 但它就會影響人物的好感度 因為之後呢... 其實我就會遇到不同的人 那它們也會成為我的伙伴 那這些選擇呢... 正正就是一個增加好感度的方式 哇... 它這個劇情很難選啊... 它要我... 二選一啦... 看看吃哪個菜咯... 啊... 算了... 我吃... 我吃... 開封菜算了... 啊... 因為剛剛呢... 就跟大家說了一份說呢... 每個選擇就會影響好感度的 然後有一個劇情發展呢... 就是有一個寶物啦... 它就引起了一個風波... 然後... 兩邊呢... 就在討論... 到底要弄壞它呢... 還是保護它呢... 那... 然後... 它要我選... 到底要討好誰咯... 啊... 算了... 哪個帥哥我討好誰... 但其實... 兩個都OK... 我發覺其實這個主線真的不簡單... 很多陰謀... 不單是它主線的陰謀... 是陰謎玩家... 嗯... 我覺得是... 畫中有話... 它... 這個答覆也有畫中有話... 哈哈... 這個... 多少有些座椅吧... 與其座椅... 頂! 這傢伙是搞笑啊... 本樹師約大日會面消息酒樓... 喂... 這件事... 怎麼也不會是我跟啦... 一定是... 有探子的... 不用想... 剛才就打了一段主線... 現在就來到這個幫派的委任那裡...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啦... 其實我覺得幫派的任是... 比較非一點點的... 簡單來說是... 你可以選擇去... 入任何一個工會啦... 幫派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一個叫委任區域那裡...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現在放了一些敵人之後啦... 我的積分是... 加了的... 那存到一定的積分的話呢... 就會有獎勵啦... 那其實呢... 積分我不是太介意的... 我比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開心的屠宰場... 因為這個遊戲其實真的很人性化... 它呢... 如果你是在主線的地方那裡... 如果你是... 塞雞無神... 不斷在那裡殺人的話呢... 你是有機會會坐牢的... 那所以呢... 你來到這個幫派委任的區域那裡... 基本上呢... 你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是不能打的... 你唯獨是... 不會打的就是你同一個幫派的人啦... 因為你... 會有同一個幫派的啦... 那大家可以放心的... 如果之後公測一起玩的話呢... 我是不會添Q的... OK? 因為這個遊戲是沒有添Q的... 那但是... 那大家... 這個位... 難的位就來了... 就是... 你有機會會不會遇到一些... 是比你更加... 呃... 厲害很多的人... 例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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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行不行... 對不起... 我不能先走... 對不起... 我不應該療屎豆肺... 打不打過呢... 可以靠技術... 不行... 我技術不行...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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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走啊... 走啊... 走不到了... 走不到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大家我覺得剛剛才為什麼會輸呢... 是因為我打了太多人... 原來他消耗了我的精力...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到這個... 競技的模式... 我們打1v1... 我跟你們說... 一打一我贏... 我現在是... 靠技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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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我現在是... 洋菜... 我現在是洋菜洋菜... 來... 技術啊... 技術啊... 看到嗎... 大家... 技術啊... 他又困著我呢... 技術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其實根本就不難... 除了剛剛... 輕鬆勝出的V1之外... 這遊戲其實還有另外幾個競技的模式... 分別就是... 5v5啦... 40v40啦... 以及白人生存的... 那大家呢... 可能在想著... 白人生存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Battle Royale啦... 這遊戲是除了... 主線啦... MORPG啦... 以及可能... 其他一些... 家園的系統啦... 之外呢... 它還會有... 吃雞的模式在這裡... 那當然啦... 大家如果喜歡大鹽的戰場... 都可以玩40v40的... 好啦... 那今次呢... 這遊戲的試玩都來到這裡啦... 那呢... 由古龍正版授權的... MMORPG手機遊戲... 天南明月刀M... 都準備公測啦... 現在預約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拿到... iPhone 12 Pro Max... 以及Airport Max... 記得... 要把機會啦... 到時公測啦... 我都會再拍片跟大家玩的... 那大家呢... 就記得不要粗過啦... 喜歡這條片就記得like啦... share啦... 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還有做動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information... ui... 很緊急… 出品了... 快一點... 劉勇... 快一點... 等下... 快一點... 快一點...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